水墨在M Plus 其实是一个非常灵活的领域 通常会想到山水画 或者是书法这种传统的表现方式 但是M Plus的一个出发点 是希望能从一个跨领域和跨国界的方式 来收藏水墨 也就是说水墨在M Plus的一个位置 是可以不见得是水和墨所完成的作品 可以有其他的媒材 而他们所有的共同点 就是一个表达水墨美学 这个展览的题目叫做四重若轻 主要是从水墨物质性和精神性之间的关系出发 整个展览不管是哪一个部分章节 都跟这个题目息息相关 那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水墨这个课题 这个传统可能带来的沉重 而是看到作品和材料本身的一个轻盈 一个轻松 这个展览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字机符号笔画 那主要是从当代艺术的例子当中 找寻和书法书写之美的关系 那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 是在看书法和绘画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从主题听到 从字到符号到笔画 是越来越抽象的一个眼镜 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山水的念头 主要是探索山水画和山水 这个非常令人着迷的一个主题 如何在当代的艺术当中 有它新的一个发展 那有些艺术家是用山水 来表现自己的文化背景 有些艺术家用山水来表达一些对历史 或者是对文学的一些新的想象 那当然在山水画当中呢 植物和石头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许多艺术家利用这些元素 纷纷做了更多的新的想象和解释 第三个部分是叫做物外 前面两个章节呢 已经看到了 比如说跟人或是跟事跟地 比较接近的一些主题 那物外这个主题呢 就是看往更高 更抽象的不可见的世界来看 比如说艺术家内心的一些感受 如何借由水墨来表达 艺术家对于道家 佛家或者是禅的一些思想的向往 跟追求如何用水墨来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